海外AI大模型在神仙打架 国外的AI也是激烈混战 2023年大化AI领域的五大事件 继续来看币连何在的颁奖典礼 币连何在大家好 我是Michael 我在纽约向大家问好 前两天刚刚从硅谷回到纽约 那我告诉大家 不管是纽约还是硅谷 所有的科技公司在聊的是什么 不是web3 不是比特币 不是数字资产 是啥 人工智能 国际研究机构IDC 在本月份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 他说23年全球的企业将在生产成本 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上 投资160亿美金 到2027年预计支出将超过1400亿 年复合增长率超过70% 几乎是全球所有的ID企业 年复合增长率的13倍 如果说21年是NIP元年 那么23年就是AI大模型的元年 今天我们来盘点的是 23年AI领域有哪些 值得我们关注的大模型 这里边就有财富密码 最后跟你讲 自2022年11月30号 ChatGPT发布以来 有关OpenAI、ChatGPT以及微软的投资 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2023年3月15号 OpenAI发布大型多模态模型 GPT4 新增了图像功能 同时具备更精确的语言理解能力 同时OpenAI也从一个非盈利的研究机构 走上商业化之路 目前估值已近千亿美元 In March We followed that up With the launch of GPT4 Still the most capable model Out in the world And in the last few months We launched voice and vision capabilities So thatChatGPT can now see Hear and speak And more recent There's a lot You don't have to clap each time And more recently We launched Dolly3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image model 靠着ChatGPT产品的强劲增长 OpenAI最新的年化收入 已经超过了16亿美元 据OpenAI内部预测 2024年的收入 有可能接着翻几番 达到50亿美元 但是过去一年 ChatGPT吃的官司 远比想象中多得多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即侵犯版权 侵犯个人隐私 造谣或传播虚假信息 从作家到律师 再到被收集个人信息的普通人 ChatGPT不断引来各种法律纠纷 围绕ChatGPT生成的内容 也是争议重重 2023年11月份 埃隆·马斯克旗下的XAI 发布了公司首个AI大模型产品 聊天机器人Grog 这个产品是利用提及的 X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开发的 官方称通过战略整合 Grog能够利用更新的数据源进行响应 在聊天机器人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马斯克着重强调与ChatGPT不同的是 Grog有常规和娱乐两种模式 常规模式下的Grog会相对正经一些 娱乐模式下的Grog则会放飞自我 具备了幽默和阴阳怪气的说话风格 大家都知道 马斯克是OpenAI联合创始人之一 还投资过1亿美元 但后来他因利益冲突而选择离开 在过去的一年里 他也多次批评OpenAI不够开放 已经把一家背靠微软的商业变成了公司 破坏了他当时投资的初衷 去年7月份 马斯克宣布正式成立XAI 直接对标OpenAI 团队算上马斯克 一共也只有12个人 4个月后XAI甘出Grog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Grog就是马斯克开发出来 对抗ChatGPT的 但是从技术层面来讲 Grog到底有没有超越ChatGPT 并没有确切的答案 看来抗衡ChatGPT Grog的这个嘴炮 打得着实有点响 在2023年12月6号 谷歌宣布推出他认为 规模最大 功能最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据说根据谷歌给出的基准测试结果 Gemini在32项AI测试中 有30项的评分 超越了OpenAI的GPT4 在官方秀出的展示视频中 与多模型人工智慧的互动 令社群媒体瞠目结舌 更被认为是碾压GPT4的杀手机产品 没有想到的是 就Gemini登场的第二天 事情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 据外国媒体报道 谷歌在展示Gemini时 所用的视频是经过剪辑的 并非实时语音交互 并且谷歌在拍摄视频时 使用了文字提示 来引导Gemini的输出 Gemini似乎瞬间跌落了神坛 难道现在技术不够 还得视频剪辑来凑 去年的8月31号凌晨 百度旗下首款大模型产品 文新一言 在经过近半年的测试后 向社会全面开放 不仅是国内一片唱衰 国外同样也是不看好 纽约时报的报道 直接用出了中国版ChatGPT的首次亮相 令人失望的标题 文新一言问世的发布会上 李彦宏用了洋洋洒洒的语言 阐述了文言一新的种种优势 但是发布会上使用的演示demo 却是事先录制的 而在开放体验之后 文新一言被质疑作画 考中意樱桃科 说文新一言造假 很多网友戏称 文新一言WeChat PPT 在看完文新一言的这些作品之后 真的想说你是出来搞笑的吧 去年的5月31号 对于英伟达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日子 手握GPU算力乘着AI东风 英伟达市值突破万亿 成为第五家踏进万亿俱乐部的美股 人工智能给英伟达股价带来的助推力超乎想象 英伟达成为时下最热门的股票之一 到11月份股价暴涨245% 英伟达GPU芯片则成了硬通货 作为2023年最紧俏的AI硬件 已经被各大科技巨头瓜分殆尽 仅在今年第二季度 英伟达就卖出了816吨H100芯片 目前企业所拥有的A100 H100数量 已成了行业判断企业大模型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然而在这场AI大战中 英特尔、AMD等也纷纷推出AI芯片 希望在算力市场分以备更 Chad GPT-4妥妥的是领跑了23年AI的上半场了 下半场马斯克的Groke 还有谷歌的Gemini 包括Menta的开源路线 怎么把Lima2推向市场 应该说海外是在生鲜大价的 国内呢 百度的文心一言 华为的盘股 360的智脑 阿里的通义千问 科大讯飞的新火 还有腾讯的混员 这些AI大模型也在抢占市场 那我告诉大家 百度也好 腾讯也好 阿里也好 他们是怎么活起来的 在互联网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也是在抄国外互联网企业的先进经验 他们在模仿人家 那其实AI现在也是有信息差 有待机差的 国外在封锁内地的AI市场 那么这两边 如果你能够通过各种渠道 拿到海外的AI的大模型 或者它先进的应用的话 这里边有非常多的财富密码 话就只能说到这儿了 事儿怎么做得看你 怎么去切这块蛋糕 得看你有多大的本事了 好 我们希望在这轮牛市当中 和您一起慢慢变有钱 资产后面加个零 如果您觉得投资AI太难了 那不妨考虑考虑数字资产 简单易学 而且收益率不比AI差